公司版本 积极了,基本上手作 手机的主件变 现在报警,我们号台都空了 没有捡出来,有耗性 有业位和有的显示 显示我们的耗权都没有看好 然后现在我们又 正对着我们这个中间 编辑单线信息,信息插导 然后信息创建 我们首先我们一天创建一个信息 创建一个记名信息,随便点一个 然后点空白,新建 空白的信息 给信息,然后取个名字 随便取 然后这下面呢 这下面也可以输入 中文,中文 就是这几个,中文是符号 这是英文 然后呢 可以用拼音吗 选好了,不能用拼音 这个憨字都不行了 这是那个名称吗 名称不能用 这边有语音 这边可以切换我们的键盘语言 就这几种 12345678 95 在这个里面,点击语言就可以 21 然后我们点这个对号 点一下 好,这信息已经算好了 然后我们版面设置了 就是说我们的信息版本 然后给它确定一下 我们打几行呢 我们要打四行 然后呢 它默认的 我们打几连针 说五连针还是七连针的 它都可以 我们可以默认打 选择七连针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创建就行了 创建它有四行 1234 然后我们创建的话 直接创建 卫美 直接创建卫美 点击卫美 然后第一行 我打默创建个阿拉伯数字 第一行 然后我们点 确定 然后第二行 我们可以 输入第二行 嗯 电量 我们也可以 插入 插入什么日期 在这里面 日期 都在这里面 还有哪种 还有哪种 我们可以插入新的电量 时钟啊 计输器 都可以 我们插入时钟 然后选个格式 这格式我们都可以选了 这格式 我们就使用它默认的 嗯 确定 嗯 嗯 然后就这样 就这样就行了 其余的话 就不要动 不要动 语言当然可以改 我们也不要动 就这样默认 然后确定 然后我们打 然后再点击确定 然后把它移过来 啊 后面就是语言前面 都我自己变了 嗯 这是点第二行 第三行 我们可以 把它选了第三行 然后再 再点击 或者调用码之类的都可以 我们可以选个调用码 调用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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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确定 把车子拉过来 然后第三行 好 这次第三行一样 我们可以用别的 变个图形 或者是 这个的话我们应该 这是之前已经变好的 变工体 我们可以选择一下 可能太大了 可能是 可以选择一下 啊 这个摄像座 好 这都是图形 反正这四行都可以选择 嗯 然后呢 这上面的 这个第一个是保存 第二个是另存位 这是打印 啊 点保存 嗯 它确认保存吗 W1 然后我们点击 保存就行了 然后另存位 然后确定 啊 这打印里面 可以打 当然现在就不能 现在就说 你要打印就像我们老款的 就是老款的那个 那有个箭头 有个 发送嘛 发送打印就一样的 这个打印就这样 然后然后这编辑就这样编辑 好 延时我们转到主节变啊 然后 这是刚才信息创建嘛 对 然后我看延时什么之类的 都在这个配音优化里面 好 我们点击配音优化 啊 这个配音延时 第一个就是配音延时 嗯 可以增加或者减小啊 嗯 这边有方向 颠倒 翻转啊 对 这配音高度 在这边 配音高度 嗯 然后这下面呢 就是我们滑速率 达音速度 达音速度在这里面 把这梗转完之后 然后 把它翻过去 然后我们再点凭 这个呢 自动包启的 嗯 自动包启的 然后刻度也是一样 然后翻到直接面 它会自动包启的 然后再点过来 啊 嗯 它是自动包启的 方向也是一样 反正就是 常用的几个都在这里面 嗯 方向延时高度 滑速率 都在这边 好 我们看这个 生产器设计 然后我们看一下设计啊 这个设计里面 主要在这里面 嗯 这里面有整段 有调整 有我们打印 就是说 配音设计在这里 在这里面也可以 有充电比例 充电值 充电值 可以在这里面调 嗯 然后 这个高压 高压 高压 这个百分百 你可以零米 可以调低点 可以调高点 嗯 高压高压 如果高的话大字 比较高 如果小的话 这么扁了 嗯 一样的 然后 这边也可以调 拼影延时 拼影高度 嗯 电脑画面 啊 主要就是这个 就跟那个拼影优化差不多 嗯 就是没有速度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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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里面 就是有语言 这个区域里面 有语言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语言 就是见面语言 我们现在是中文 你可以选英文见面 或者 这好多 好多种 嗯 好多种 见面语言 嗯 然后 主要这里面 就是这个 还有时间日期 时间日期 是的 是的 可以在这边 可以在这边改 区域里面 区域里面就是语言 和时间日期 嗯 嗯 然后 这边就是 主要用的呢 然后 还有我们看一下这个诊断 诊断 嗯 诊断里面有 有这个日志 可能看看 报警日志 什么之类的 我们都可以看 报什么警 在里面 然后 嗯 状态啊 设计啊 配置登陆 这个不怎么常用 常用的 常用的就是我们 就是说警报 这个警报 嗯 然后配音质量啊 当我们出现哪个 哪个不良 就是说 哪一种 这里面有好多种 就是打打印不良的 打印不好的 我们打不放我们这一种啊 这种我们打印 和它这个很相同 我们转移这个 已经看到 这个原来是相位 相位 就是说飞练不好 充电 就能打成这样啊 相位 就给我们一个判断啊 现在下面这一种 就可能压力可能过高了 这个里面 呃 这个墨 这个墨 特性啊 曲线 就像我们老机器里面的那个 特性测试 特性测试 这个开机这个 我们现在没法测 然后测试里面啊 在里面有测试 喷顶法 测试容积法 高压测试 这也是那个阵段里面 就常用的 喷头排气啊 这个喷头排气 喷头排气 就就可以 就我们刚装梦说 他他刚换完墨水的话 他会有 喷头排气 要在这里面 这个 教主员 教主员 就是说我们能 墨水 还有容器的传感器啊 嗯 一些位传感器 啊 这主要这么多 主要这么多 嗯 好 我们看一下 设置 然后 高级水 哦 这可以看到 活肉馆 有没有墨水 正常开的话 自己先去 蹦 做什么 哦 里面那个蹦 有活肉蹦 哦 工具 工具 是图的 哦 就是画图的 这工具里面 就是画图的 啊 画图的 哦 哦 转化了 哦 画图转化了 一定要按一下它 不是 哦 哦 这个画图的 嗯 这个可以选择 嗯 宽度啊 高度啊 这都可以选择 变多大的 是行 哦 这个可以选择 哦 这个保存 嗯 然后我们可以保存 保存一下就行 哦 这又可以看到我们的夜位 墨水烟味 油腻烟味 嗯 嗯 吸收器 吞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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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下就是手自使用 标久它 我按照 这是自然手自使用的 设置 好 我们看下就是手自使用的墨水 这怎么 怎么关入的 我们点设置 然后点像脑啊 像脑里面 这个墨水关注 这个手自使用啊 这个手自使用啊 这边还有配美清洗啊 然后 然后我们 我们就说 我们把这个 墨水一定要插 插到我们这边 插宝里面去啊 天啊 插好 容器也插好 墨水也插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 墨水关注啊 嗯 然后点啟用 点啟用就行了 嗯 咱现在没有啊 就说 有的话你点击齐用 它就会一直 它就会一直 一直灌 等它完全 完成了 然后灌完完成 我们减完整齐了 等完成之后 然后 然后 然后我们 呃 然后我们到 到达我们这个 呃 设置里面 这边有点个啊 比如那里面 然后有个测试啊 就是我们 往下去 一个拼头排气 好 拼头环境 我们就运行就行了 然后排下气 这样 啊 看在这边就好 那好 排下气呢 排下气呢 排下气我们就可以 开机了 对 开机了 如果碰嘴没堵的话 就会打下来 如果堵的话 就去刚才这个 我们进到设置 对 设置里面啊 设置 然后向左边 有个碰嘴清洗 这现在不行 现在有报警 所以说它现在没法清洗 没有墨啊 就给这里碰嘴清洗 这个清洁 就比我们老机械的一样 清洗 清洗 哦 这里还有这个 我们点断里面 这个我们去船里面 拿了两个花 对 鞋鞋 鞋鞋 没什么 疼紧高度 这安装上的是 干嘛 安装就没进去发现 它就有语言 哦 这是装的那个区域设置 嗯 区域设置 没什么 系统时间 什么的一样 都可以改了 嗯 就跟之前那么一样 嗯 然后 反正 星期一的话 先用墨水关注 关完之后 然后就是 就是那个 就是 配套排气 就行了 然后排气有可能我们正常开机的 那地 可能星期一可能我们正常开机 可能村里会走 村里会走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村里清洗啊 一遍不行 多清洗几遍了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景视 在这边 嗯 我可以点一下 放下来我们这一段时间 就是今天 现在是容积业位低 嗯 容积业位低 一万万一 嗯 包着几个斤 包着几个斤 我们可以熟度 我们开气 可以点啊 如果插好了 可以转了 嗯 也可以转这两个 这两个景视的啊 正常情况绿灯 现在黄灯就是说我们的叶位不行 叶位低 嗯 这两个黄灯 这个就是说 和它一样 和它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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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可以全部清洗 红色的清理不掉 红色清不了 红色的话是因为墨水容 就没有一点 对 好 主要有什么 解释 碎